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电影院目前关闭 喜爱电影的观众除了透过串流平台看戏之外 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对独立戏院的网站买票看戏 这个方法除了可以在目前的困境中支持挣扎中的邻里戏院 也可以一张票全家观看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欣赏 并且是一部特优的佳作 稍后告诉您方法 一名快递送货司机原以为可以在零工经济 GIG ECONOMY当中摆脱经济困境 但是却越陷越深 今天为大家点评写十片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Sorry we missed you 以下电影画面由Zeitgeist Films提供 是你两个吗 我们都做了 英国一个劳工阶级的四口家庭 一家之主Ricky想摆脱散工生活 提升家庭的经济状况 被一家完全靠承包雇员运作的快递公司所吸引 公司告诉Ricky他是他自己的老板 不会领取工资赚的是工作费 条件是Ricky必须买自己送货用的车 否则就必须向公司租用 Ricky妻子Abby是位家庭护士 同意卖掉自己的车来帮Ricky筹钱买车 改搭巴士到顾客的家 Ricky在当上送货司机之后 也慢慢了解到自己的工作限制重重 包裹必须不停的在有限的时间内送完 也要面对种种送货时 遇上如停车和被人刁难等的困难 与此同时家中大儿子也开始叛逆 给这两个已经累坏了的父母增添无尽的压力 这是82岁英国导演Ken Loach的新作 宝刀未老 他对现代社会中劳动阶级人士观察敏锐 正如零工经济中看似对这些自雇人士有利 但缺乏福利的同时 更加必须面对种种苛求 加上家中孩子给予的挑战 给这两人无法喘气的机会 他们对日常生活给予的无奈 透过荧光幕渗透到观众的家中 体验他们对现实的无助 在电影中演父母的Chris Hitchin和Debbie Honeywood 自然神情流露 带出一种长时间自身经历的感觉 写实味道浓得让您几乎窒息 一些电影是要将观众带到幻想世界 暂时逃离现实 这部写实片却将生活中的真实感展示 让观众感觉电影人了解我们的心声 安抚大家在生活中受到的伤痛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Sorry We Missed You 令大家感同身受 是今年突出的佳作 获得满分五分的最佳评价 切勿错过 而要观赏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到kinomarket.com的网站 找到这部电影 然后从一组电影院中 找到您想支持的湾区戏院 例如目前Sonoma和Davis 都有独立戏院的虚拟戏院 放映这部影片 观众可以花12块钱 在五天内看完电影 在家中看戏 人数当然不受限制 再重复电影网站 网址是kinomarket.com